下面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个关于兔子繁殖的问题吧 有一个人养了一对刚出生的小兔子 一般而言一对兔子如果第一个月出生 第二个月长大 第三个月就能生一对 小兔子 以后每个月都能生出一对小兔子 而新生的一对小兔子 经过一个月可以长成大兔子 以后也是每月生一对小兔子 假如所有兔子都不死 那么从一对小兔子出生 经过一年的时间 一共有多少对兔子呢 聪明的小朋友赶紧动脑筋思考一下吧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面的这个图表 第一个月是一对兔子 这一对兔子经过一个月长成了一对大兔子 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就可以生出一对小兔子 就这样以此类推 小朋友们你们找到规律了吗 宝贝们这一道小题有没有把你搞晕呢 好下面跟着乐乐老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实际上本题就是让你啊来找一找 一一二三五八十三 以此类推 注意了这个数列它的规律 还是老样子先找相邻的两个数 对不对 一到一差零 一到二加了个一 二到三加一 三到五加二 哎坐到这儿我会发现 好像那个规律不是很明显 对不对 好了 现在你顺着我的思路呀 等你快来观察一下 注意了 仔细观察会发现 你看 一一二 啥关系啊 一加一得二吧 再看 一二三 一加二得三 二加三得五 三加五得八 五加八得十三 再往下 明不明白 那么就应该是八加十三了 对不对 所以你再往下都会写 那么我呀 现在把这个兔子的对数写出来 这个规律就非常非常明显了 注意 宝贝们 从第三个数开始 它刚好是前面这两个数之 和 所以你看后面 注意了 非常的简单 再往下走 三加五得八 再往下 以此为亏 按照这样的规律 你肯定能把这一年的都写出来了 对吧 嗯 好了 那么这一道题呀 注意 在这儿呢 乐乐老师要向我们小朋友介绍一下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列 它叫做什么名字呢 好 注意了 当然这个数列后面还有没有写完它 好了 大名叫做菲波纳契数列 最好要会写这个字啊 好 大名叫做菲波纳契数列 是因为这个菲波纳契 它呀 观察兔子繁殖 从而总结了这么一个规律 当然小名就管它叫做兔子数列了 这个数列最大的特点 就是从第三个数开始 正好是前面这俩数之和 所以后面以此类推 怎么样 菲波纳契数列你认识了吗 一起来看一下 石老师点睛 千万记住 菲波纳契数列只有这一个 那就是一 一 二 三 五 八 后面点点点 听明白 好 注意了 嗯 菲波纳契数列的策征 你要清楚 好了 注意 来 再看一看 大名 菲波纳契数列 小名 兔子数列 这个说完了 如果你听得非常清楚的话 那么拓展两道小题 迅速的完成出来吧 怎么样 做完了吗 不难吧 诶 仔细观察会发现 有多好 一加三得四 三加四得七 四加七得十一 再往下应该是快 十八 对不对 好 再往下 这两者相加应该是二十九 对吗 OK 十八加二十九 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四十七吧 对吗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问 五加九得十四 对吧 九加十四是二十三 十四加二十三 这二十三是七 再往后走 此处应该是六 十 非常棒 再往下就应该是九十七 没问题吧 好了 注意了 那有些同学会说了 老师 这两个数列跟斐波纳契数列非常的像呀 对吗 但是乐乐老师刚才已经说了 斐波纳契数列可是只有一个的 所以尽管它的规律跟斐波纳契数列很像 但是我们可以管它叫做累斐波纳契数列 类似的累 听明白了吗 好 这两个小题 宝贝们 你们做对了吗 来吧 小朋友们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又到了最后的本讲总结的时刻啦 赶紧呀 跟着乐乐老师 我们共同的来回应一下 今天这一节课 咱都讲了哪些重要的知识点呢 本节课 嗯 注意了 我们首先讲到的是速算与巧算 那凑整法 注意 尤其是对于那种廉价运算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各位怎么样 找朋友 对吗 好 那除此之外 代符号搬家 需要我们小朋友 一定要认清楚数的符号 就好像人一样 眼睛是长在前面的 所以呀 这个数要和它前面的符号 那是一夹子 听明白啦 好了 再往下走 注意 运算技巧 如果是夹的话 最好那个个位上可以凑 十 如果要是减的话 最好它的尾巴是相同的 因为乐乐老师讲到了 整的笔散的好 好 我们继续往下走 下面 抵消法 没加没减 可以抵消 但是一定要记住 连同它的眼睛 嗯 一块儿消掉 但往下走 减法的巧算 有的时候 需要你拿个袋子 打包去减 有的时候 又需要你解开袋子 分别去减 对不对 来吧 除此之外 我们又知道了 等差数列 都很清楚啦 好 两个要点 你得记明白 还有 那就是 菲波纳契数列 对不对 好啦 那大名是 菲波纳契数列 小名就叫做 兔子数列了 对吧 好啦 那还是老样子 需要呀 屏幕前面的小朋友 挑选一下 例题当中的 两至三道 给你的爸爸妈妈 讲一讲 让他们来 来听一听吧 接下来 六个小朋友 又会发生 什么样的事情呢 接下来 我们暑期的 神秘之旅 马上 拉开序幕 石老师 我在下一节课 等着大家哟 宝贝们 我们下一节课 拜拜 拜拜 by bwd6 所以我们小朋友 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一个极端 好不好 嗯 还有一个相信啊 我小朋友已经猜到了 哎 另外的就是光血不响 非常好 所以啊 注意了 如果你是光血不响 这一类小朋友的话 就好像你在做这个作文似的 做作文似的 怎么样宝贝们 你们都做完了吗 跟着我一起来看一看 好不好 好啦 这一道题注意了 速度分析 好 啊